新的派台歌我們已經收到 叫做《虛靈時代》 很感動在作曲、填詞方面 找回很多TWINS的證據 或者是吳樂成和Wyman 真的打造到TWINS出來 Reunion 對,這個想法是否一草設定了 其實這次真的沒有想過 我是以一隻碟去製作歌 全部歌都是我聽到、收到 這樣就做 很有型 我聽過你們之前訪問 例如你拍L.O.L的時候 你們都會說 我很喜歡這個船 或者這個音樂很棒 就製作 但這個你意思是沒有完全的設定下 因為我們想每一隻歌都放進去 對,這樣就想一隻歌一隻歌去製作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個組合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代表TWINS 吳樂成家Wyman 對,或者吳樂成家林直 這支碟也有林直寫的歌詞 我覺得很多 雖然我們過了15年 想當然很多東西都會不同了 個人成熟了 或者怎樣 但TWINS那股脫 永遠都是在 對,就是這個 是一種感覺來的 阿SA加阿嬌就是 一加在一起 TWINS的一個力量很大 嗯 我們又會馬上想起 明我暗亂補習社 馬上又問 會不會打出手 對 對 還有被人問過什麼問題 所以 所以 而吳樂成 再加Wyman 或加林直 其實 他們真的很懂得 去 拿回那股脫 拿回那股脫 其實我們 即使我們唱其他人的歌 是不同了 但你又 好像也是一樣 這個 我也挺感恩的 好像 自己變成一樣 一股脫 對 有一件事 最後錄音室的時候 唱這首歌 其實也會 那種 感動在心裡湧出來 有一份無管動的感覺 對 要扭著 對 其實你們成長了 這麼多年 也唱過不同曲風的東西 再去 好像還原基本步 其實你們入錄音室 唱這首歌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去處理 或調整自己 去那一把聲音 其實沒有 不用 不用 因為剛才 好像這份詞 雖然 你已經踏入社會很多年 你那些朋友 可能不是經常會見面 但是 你一見到面 大家可能講的話題 已經不同了 例如 我現在這樣 我的朋友會 講他的小朋友 結婚 但是 不要緊 你不會對這個話題 脫節 因為他會上媽媽網 蛤? 阿嬌 阿莎會上媽媽網 你上去做什麼 他上去看 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看的 你買東西送給Miko的小朋友 不是啊 親子 因為他不單是說小朋友 那些媽媽會分享 譬如那件衣服 有什麼積 怎樣弄掉 很多這些 我很喜歡看的 原來 原來 就是男人的東西 你又適合媽媽的東西 你又適合小朋友的東西 你又適合小朋友的東西 你又適合 我們在說這個 虛靈的時代 所以 因為沒有年齡的界限 什麼都 對 就算 大家很多年後 現在說的話題不同了 但是 你用那個語氣 和那個聲音 都是當年的你們 原來有些是沒有變的 而且是不會變的 同一群人住在一起 你就會用那個感覺 去跟他們相處 對 對 對 這首歌 不只是適合 跟一些舊朋友 最重要是 當你踏入社會工作 過了幾年之後 你會對這份詞 更加有共鳴 很有感觸 其實各自有自己試過的 SOLO時候 各自有各自其他工作 再走在一起 也是TWINS 這件事是不會變的 不變的 想問 TWINS 對於Asa 和阿嬌各自來說 其實 是一個什麼的意義 TWINS是一種 雖然我們是一個實體 但是是一種 無疑的一種 力量 大家看到TWINS 一定會說是集體回憶 是一種心態 以及一種 不知道是一種 力量 對 是一種力量 對 Asa呢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 其他人是怎樣 就是 我自己 上天安排了一個人 和我做一個組合 這個人是 我們是陌生人 然後大家一起做 有共同的事業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目標 然後 久而久之 這個人 他不只是參與你的事業 他也參與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即是你大部分的時間 我已經參與了他一半 哈哈 即是 你想想 一個人 可以去到多少歲 但是 不知道 但這個人 已經在你的生命裡 和你走過一大半的時間 嗯 那我覺得 嗯 這個 是很重要的 在我人生裡 是啊 還有大家 我覺得 也很感恩 和很驕傲 大家 可以 創造了一些 很好的成就 和成績 而且 樂壇曾經有 TWINS的音樂 我覺得是非常 即是 絕對是一件事 是啊 我覺得 那些人經常說 見證了 多少 他們的童年 或者怎樣 我覺得 很大的 這個事 對 見證這兩個字 是非常有份量的 即是等於 四大天王 見證了我的童年 你明白嗎 我覺得 真的很感謝上天 七七樂壇 有我們TWINS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 881903.com 節目重溫 下級 到訪問 到訪問 我們煮杯